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唐山的朋友们 你们好 唐山 我们回来了 展现中国力量 弘扬民族精神 传播中华文化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这里是河北唐山新体育中心体育馆 有河南卫视与唐山文理集团联合主办的武林峰环球拳王争霸赛 唐山战的比赛 欢迎大家的光临 唐山从灾难中奋起 欲获重生 在这美丽的凤凰城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梦想 每天都有崭新的希望 我们共同祝福唐山 好 今天的比赛绝对好看 首先那是一场六十五公斤级的新锐战 两位年轻人都是首次走上武林峰的绿台 相同的年龄 二十四岁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首秀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 首先 蓝方选手 他代表了天津阿福搏击俱乐部 身高是一米七七 我们欢迎巨幅 曹丰 好 好 新 iklued 上世纪 现在 Viele天春 不 anat 两位年轻人都是个象徙的 fff 王后 不过 буде 这位祇恭 这位祇恭 你不忍 保佑 好吃 这位祇恭 五场作战 身高1米78 我们欢迎 李婉龙 我们支持好 我们支持好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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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天下武林峰 由于志玲冠名播出 场上裁判 赵严 比赛 现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武林荤的比赛新场 我们在唐山新体育中心体育馆为您呈现今天的比赛 我们今天的特约评论员是宇晨 各位好 韩老师好 您好 首先大家看到的这是一场65公斤级的新锐战 是的 红方选手来自台湾文女奥语光辉搏击的李文龙 蓝方选手是来自天津阿福搏击的曹富宏 是 李文龙跟曹富宏两人今天基本上都算是 主场作战了 李文龙可能更主一点 是 就是他来自唐山 文女奥与光辉 然后呢 阿福搏击的巨谷曹富宏 那里得不远啊 两位年轻人都是一样年纪 99年出生 在身高臂展方面 李文龙是身高上178公分 一公分的优势 臂展和俩人一样的 可费是实力相当势均利局的俩人 是从纸面上数据 我们能够看到这些 一向来还是很有年轻人敢打敢拼的镜头啊 两个人不管是在内围的拼拳上 还是中演技术上打得都不错 而且都非常的硬 零击和环击给的都非常的好 漂亮 对 是需要这样的比较提气的动作啊 比如这样顶膝啊 还有扫踢都去给给对手 年轻的运动员还是要有这种 就敢打敢拼的精神 因为毕竟你的每场比赛可能到了内团上之后 都是在给自己攒经验值啊 而且经验值在你平常日常训练当中是肯定得不来的 漂亮 对 联系的腿换拳 顶一个 没错 对 赵教练也在底下跟自己的弟子说啊 还顶息 还顶息 两位都是初次登上50分的类台 所以这个时候尤其需要他的教练在旁边给他这个五五士气啊 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啊 有一般情况啊 这种年轻的运动员在我们50分类台上打比赛 包括之前我们全一代的比赛 我们能够感觉到就是 一般第一回合打得都会不错啊 体能也好 身后输出也好 但是 尤其是到了二三回合 随着比赛的进程 就是自己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时发生变化的时候 才是最考验他们能力的时候 没错 对 两个人保持了一个非常好的进攻节奏啊 从开始打到现在 然后分开 但是现在看两个人都是啊已经略显疲态了 对 就正想说这种拼打的节奏会不会影响到体能问题 结果就显现出来了 对 然后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是 其实虽然两个人我们能够感觉到在第一回合末的时候的一些个体态 就是两个人整个的第一回合不管是在进攻端还是在移动端打得还都是非常好的 因为我明显能够感觉到两个人在拳的联机上啊做得非常好 尤其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他们可能从自己的训练节奏上啊 和自己平常的训练内容上就已经开始非常注意这一点了 就我们大家能感觉到今天不管是 好 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 刚才我们在镜头当中也看到了徐东梅啊 这是成峰大哥的首席女弟子大兵小将和英汉二峰梅到底当中 我们都有看到过她的身体 今天是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啊 其实我我个人倒是觉得 随着我们武林峰的这种赛事的不断的进行啊 十九年的积累下来 可能有越来越多的全迷朋友 包括武术界的人士 都会来到我们的比赛现场来 特别的关注中国的自由搏击的比赛 包括我们武林峰的整个赛事啊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到这项运动当中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包括像我们看到有一种年轻运动员的成长啊 在我们看来 其实还是蛮欣慰的啊 没错 好 我们来看 船上两位选手啊 在这一刻的时候 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发生 果然进攻节奏 首先是都慢下来了 就是明显感觉到两个人 空荡期的对峙时间会变长 但是 并没有掉的太多啊 基本上七成的样子 修复 漂亮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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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啊 李文龙啊 我们感觉没有太多拿出来唐山文旅奥语光辉的 就是他们的卡夫梯今天没有看到啊 你期待看到的是卡夫梯哈 对 但是今天西法又比较多 对 但反而我觉得对手拿来更多一些 对 因为 其实你刚话音未落他就已经 对 一腿出去了 因为在我们上一次来唐山的节目 就是年终盛典的时候啊 的确啊 哎 漂亮 有反应啊 哎 这是奥语的这种卡夫啊 就他们这个 这个可能有点公布人家训练秘密的问题啊 就包罗斯加 这个已经不是秘密了 公开的秘密了对 包罗斯加跟魏瑞也在聊这个事啊 就的确是他们对于卡夫的这个技术啊 现在是运用的非常的成熟 是 祈福 往上有给腿 体能有下降了啊 你看这个质量上会下降一些 对 而且两个人的报价感觉很明显 嗯 就手还是会往上去掉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第一回合就说到的一个问题 对 担心三回合的比赛 年轻运动员很容易在第一回合耗费的这个体能会多一些 可能第一回合百分之七十就已经打进去了 是 嗯 所以到了 漂亮 第二回合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两人 哎呀 嗯 问题不大 应该是 势力重心了 就是在第二回合的时候就是动作基本上会变形 因为你体能在那儿放弱 那到了第三回合 就是进攻端可能会出现更多的问题 哎 这一摆给的不错啊 两个人其实今天的连击打的还是都不错啊 不管是前置后板或者后板前置这样的连击 嗯 即便是在第二回合体能往下掉的时候还是保持了一个 我个人觉得是不错的一个质量 是 虽然速率没有那么快了 但是质量感明显觉得还在 而且 嗯 他们这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我觉得最好的一点就是 嗯 打击的维度上会变得更加的立体 你们这两个人就是非常明显的代表啊 就是两个人你看今天就在纵轴上从头 就是一场六十五公斤级的新锐战 三分五 好 这进入到了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这是一场六十五公斤级的新锐战 是 五位漂亮 哦 同方选手李文龙 蓝方选手曹富宏 是 是 六十一腿 给的不错啊 曹富宏这边感觉自己的 呃 进攻的 小的进攻节奏打的还是不错的啊 是 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个小组合给的还不错 而且一上来第三回合感觉他的亲力性啊比对手更浓一些 是 嗯 就出钱的欲望啊 更强一些 对 状态是肉眼可见的 对 连续的给扫踢 哎呦 呃 前置撑腿可能会出现问题啊 不过目前看还不错 嗯 但是这样的卡夫 我个人的经验千万不要再来了 就是因为等你发现他疼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就已经来不及了 就已经伤了 会影响到移动了 嗯 曹富宏这个挺喜欢用转身摆拳 是 嗯 就这样的动作啊 就包括我们在 自由博军甚至综合格勒的擂台上 像这种飞锡还有超人拳这样的动作 它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是 就是因为 很多运练可能不会产生这种针对性的训练 因为这种动作在擂台上出的会比较少一些 而且这样反身的摆拳 包括超人拳 就是KO掉对手的 对 或者打个TKO以往的经历 也是有很多的 是 这确啊 曹富宏现在依然保持了一个很强的进攻欲望 进攻 给腿 继续就是一个 对吧 嗯 两个人其实已经开始躲了 是 我们说两个人虽然在今天的三回合格比赛打到现在没有太多的重击让我们看到啊 但是两个人漂亮 就是进攻节奏和进攻的频次还是非常的快啊 对 然后另外就是打击的效果也还不错 因为随着两个人体能的问题啊就是防守端可能在走下行的时候你会发现挨到对手的拳越来越多 但是好在就是双方体能都没有一拳能够打K的这个状态 是 对 所以会很吃对手的进攻 确实是这个没劲儿吧 嗯 对 你看曹富宏第三回合遇上来虽然很猛但是现在也是 开始慢慢往下降节奏 对 曹富宏第三回合的这个进攻频次还是比较高的 对 所以李文楼就别等了 可能也是没有体能了 对 赶快打自己的进攻出处 对 OK 挺漂亮 对 这样的连击他要赶快去等 是 但是时间不多了 就应该在最后剩一分钟的时候 就是那个时候 曹富宏明显体能值在掉的时候啊 这个时候我个人觉得李文楼还是没有抓好 这个比赛的节奏 其实那会恰恰是 他马上要去提自己节奏的时候 就抓 如果你想抓第三回合 两个人现在基本上势阵力敌的情况呀 第三回合的 谁的优势都没有那么明显对吧 对 那我最后一分钟连续的密集的进攻输出 其实是可以给我带来 一定在进攻端上的收获的 但我个人觉得 最后这一分钟 他还是抓得不是太好 有点浪费了一分钟的时间 没错 也可能是启能的问题 是 来 一起来期待一下本场比赛的最终结果吧 看这场六十五公斤级的新锐战 谁能够拿到自己在武林峰的首胜啊 好 亲爱的朋友们 比赛好不好看 好 英雄的城市唐山 必须展现中国力量 这才是我们的第一场比赛 我们的新锐战 两位呢 首次走上武林峰的擂台 给大家展示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那今天呢 也是我们的中外对抗赛开启的新篇章 好 我们来关注这场新锐战的 最终的比赛结果 比赛结果三位裁判 一致判定 二十九比二十八 洪 方 上 祝贺李文龙 我们有请唐山文女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杨洪波 签上 为双方颁奖 祝贺李文龙 我们同时也感谢曹副红 做好中药 健康天下 武林峰由玉芝林冠名播出 这一次你不能错过 4月22日 唐山新体育中心体育馆 武林峰中日国际对抗赛 十个四年战火重斩 世界战力格斗强国 日本其武制来世凶猛 武林峰世界功夫王者魏锐 甩着文化七种式 真根带弹 钢铁硬质 胸肚燃烧 4月22日 成绩竟是一场血白负章的较量 好 亲爱的朋友们 这里是武林峰环球拳王争霸赛 唐山战的比赛现场 做好中药 健康天下 武林峰由玉芝林冠名播出 感谢福森药业对本栏目的大理支持 抗赶三十年福森双火莲 碧水润滑下 名怨藏骨筋 要旅游就去丹江大观院 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武龙体育 对本赛事的大理支持 本次比赛竞赛用品 由武龙体育独家赞助 感谢威那么独业对本赛事的大理支持 本次比赛服装 由威那么独业独家提供 好 亲爱的朋友们 接下来一场65公斤级的中外对抗赛 南方选手来自格鲁基亚 他代表了天津阿富博基俱乐部出战 当前的战绩29胜5负 9次KO对手 我们有请格鲁基亚 伊朗克里 D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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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Y D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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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A DHX DHX EX D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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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風不太好 從俄羅斯 這裡是 俄羅斯 中方選手代表了長沙哥瑞博基俱樂部 他的父亲早年曾经参加了武林棚的海浅 可以说22岁的这位年轻人 身上承载着两代人的梦想 值得一提的是 今天他的父亲从长沙的湘潭 自驾车1600公里赶到了唐山 我们为这份温暖的力量鼓鼓掌好不好 这也是这位小伙子 在泰国训练归来的第一场比赛 来 准备好大家的热情 我们欢迎义渔帅 我们欢迎讨论 好 准备好大家的打赏 我们欢迎讨论 我们欢迎讨论 场上裁判王心凌 比赛现在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是虎腹无拳子 上阵也是副子兵 都打过我们武林锋的比赛 然后两个人一个正架 一个反架 刚才我们能感觉到伊拉克利这边 他在拳的力量上还是很有内涵的 这拳打得还是非常的透 刚才对前手的这一摆 包括后手的直拳 还是很有杀伤力的 虽然你看他出拳的品质并很高 其实我们说到格鲁吉亚 不仅就是席练自由搏击的运动员水平很高 打综合格斗的打MMA的很多运动员 来自格鲁吉亚的水平赢很高 之前在我们武林锋中队的比赛当中 在我的解说过程当中 对 见到过很多格鲁吉亚的游戏运动员 漂亮 这一腿 对 需要这样的进攻啊 就是你并不是说这一腿带给他杀伤力多大 就是要给对手一定的限制 因为我们刚才的这一小节进攻当中 能感觉到就是伊拉克利这边 进对手的内围啊 技能有点太轻松了 就是你看他现在就是这样 就是不动是不动 就是如果一动的话 就是感觉有点就是说来就来的这个劲啊 速率很快 漂亮 对 这个时间差抓得很好 我们场才是王心灵老师啊 就是我觉得我们国内为数不多的 女的场才跟制裁值得这么好 而且特别有技术 是 很洒啊 对 感觉很严格严厉啊 对 这个口令也很有穿透力啊 对 其实从两位的这个国网战绩来讲啊 这个伊拉克利的确这个经验比较丰富啊 29胜5负9次KO队手 9次KO队手 伊宇轩是2胜1负 是 两位都是这个虎视眈眈啊 在加机会 对 因为像伊拉克利这样的运动员 我个人觉得他会比较吃我们国内目前这种中生代的运动员 就是因为可能很多打法上 比如说以自己的重击居多的运动员 或者说以自己的一个组合进攻 然后休息再打一个组合进攻 就是这种时间差拉的比较长的运动员 伊拉克利可能会更吃一点 就是如果比如说他遇到我们现在这种新生代的运动员 就是越来越像欧洲的这种打法 就进攻比较密集 然后能够击打的落点又比较多 而且我们现在很多新生代运动员 而且还能够自由地去换架的这种运动员 再加上自己步伐稍微一绕出来连续地给打击 可能对伊拉克利来讲就会在进攻端输出上可能会更困难 但是今天你看第一回合的比赛 就是他给人的感觉就是我对手打得比较轻松 就是第一你的进攻没给我太多的内容 但是第二我的进攻呢 我想进就进 我想出就出 这种很轻松 对 这种我刚刚说 易轩没有给对手太多在进攻端的限制 而自己的进攻又没有彻底地打透 打进对手 所以对他来 易轩来说可能在打法上 就是略微地有点尴尬 是 我们来看第二回合两位的表现 漂亮 对 这种时间差今天是他抓得非常好的 连续压进去几个后手 对 马上爆 这是惊艳 对 压力也挺贼 对 这就是惊艳 对 对 是需要这样的 而易轩再次发起猛攻 对对手吃后手那就多给他几个 对 不要给他喘息的机会 对 漂亮 对啊 后手接一腿 雨轩今天后手可以多打一些内容啊 对 后手的上钩 后支后摆都可以打 哇 伊拉克力这 对 爆头了 有点打杀手啊 有点打杀带了啊 对 稍微要喘息一下 下埃及服 漂亮 对 但是自己的防守端别拿低啊 对 防守端还是要 走 走 不要联系啊 联系 这是我们规则不愿选择 对 我还就是一个下埃及服 丁熙给得不错 上钩 要打杀带了啊 优雅 这样打起来其实郁娟也挺累的 是 但是现在不知道 伊拉克力她在就等什么呢 这就刚刚你分析的 就如果她碰到我们新生代运动员的话 可能不适应 你看她这是她的一个特点 她是在找她合适的一个机会 对 然后再去反击 对 而且自己的还在拿反架啊 就是老是被对手逼到角落里面 在这个位置 她还是可以去起腿打自己的进攻输输的 感觉她 对 第二回合的进攻输输突然间压活了 少了 对 还是有机会的啊 其实李宇轩还是给对手留了不少的空档在 敢晃了一下啊 对 是 不太敢出啊 嗯 就是这种运动员 就是特别吃密集进攻 就是你可能没有重拳被打到啊 就不像 而且况且 就说 李宇轩今天还是给了 第二回合一上来 给了连续的两个后直 嗯 加一个上钩 是 把对手的后手给压进去了 压给对手啊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也会让 伊拉克利 就是内心当中有一次的忌惮吧 对 对 对 就是如果你要是打那位 打这种密集进攻的话 那你就要让对手有 在防守端疲于应付的这个感觉 是 就不然的话 其实是不太奏效 好 还有十秒 后手还是有一打 伊兰克利 然后扫踢也可以去往上跟 整个第二回合 一圈打得是挺累的 确实累 我知道他不行的 你还没 我刚说过 你还不能想 你能不能想 我现在应该需要 优优养 大家尽量 你那里 你对 不,可以 不,可以 我 我 我 费 如果 你 传心 了 我们 我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 伊拉克里需要这样的拳来出 对 这样的拳跟腿 就是不要老是被对手逼得那么死 你还是有空间可为挡 提到支撑腿了 问题不大 这样动作的确很提气 对 尤其是自己的后手还是有的一压 因为两人刚好就一个正架一个反架 我们说易予轩的后手既然能压出来 就是你自己防守端可能有问题 但是反过来讲 如果对手不适应的话 你的后手还是也有机会可以压进去 刚才那两个后手打得也不错 易予轩越打越轻松 这样的飞吸都已经出来了 对 又是被逼到卫生角了 伊拉克里也没有要料出来的意思 他自己往后退了 直接给退到卫生角 做防守这个 对 我让你猜不透啊 对 有点猜不透啊 这个是什么战术 第二回合是在 对我勉强可以理解为你保存体能 是吧 第三回合有个爆发 但是第三回合到现在并没有这个意思 对啊 防守端做得倒是不错 但明显是自己的主动进攻 意识强烈 意识强烈 太少了 是 难道是来到这边不太适应吗 有可能 好 再次被逼到了这个卫生角 是 而且有可能是因为降重的原因啊 对 之前在哥鲁吉亚他们国内的时候打过中高级别的 打67这些都打过 可能会67更适应他一些 给扫踢 顶锡 连续的顶锡又打沙袋了 对 意志品质倒是蛮坚强的 伊拉克里 就是防守端做得也还好的 现在看没有太大的问题 就是正是因为这样就才让我们有点觉得奇怪 是 你体能上又没有出问题 是吧 而且你现在你说 如果你特别害怕对手的进攻输出 但是你总要去尝试跟对手 你去打反击 对 不管是打防守反击 还是你 他摇闪做得还可以 摇闪过程当中给对手的反击 或者打赢击这样的 你总要尝试去打一打对手 而不是给对手留太多的空间 这一回合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 对 还有十几秒钟吧 好 还有十秒 最后十秒 好 好 来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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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到现在我才感觉到伊拉克里在呼吸上 就感觉有点点累了 对 所以整个这场比赛 两个人我们说单看进攻输出和进攻的频次跟节奏上来讲 肯定是易宇轩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 自己的进攻出出 对 和进攻端的频次和节奏上今天给的还都不错 就个人觉得易宇轩 就更像是在打一场自己能够完全掌握节奏的比赛 是的 好 我们期待着这场比赛的结果 是的 好 从今天开始呢 河南卫视与唐山文理集团正式开启我们中外对抗赛的新篇章 刚才大家也是看到了首场比赛 中国对阵格鲁西亚的一场比赛 我们来感受到我们中外对抗赛的魅力 好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这场比赛的最终的结果 最终的比赛结果 三位裁判一致判定 30比27 洪方尚 三位裁判定 我们在正式进行颁奖之前呢 我想特别地邀请易宇轩的父亲 一同来走上擂台还不好 早年在武林峰的海选赛上 他的梦想就是这个擂台之上 但是他从来都没有站上过 现在我们把他的父亲请上来 和孩子一起来领这份奖 大家说好不好 好 今天自驾车1600公里 从湖南湘潭赶到了现场 来支持自己的孩子 开心吗 开心 开心 来 站在一起 孩子站在一起 好 我们同样感谢来自格鲁西亚的 伊拉克利 我们有请武林峰海南公司总编辑 常务副总杜梦游先生 为双方颁奖 你这个奖杯交给了父亲是吧 直接就交给了父亲 来 一同举起奖杯好不好 来 给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们 展示一下 做好中药 健康天下 武林峰由玉芝林冠名播出 这一次你不能错过 4月22日唐山新体育中心体育馆 武林峰中日国际育抗赛 十个四年战火重斩 世界战力格斗强国日本 其武士来世凶猛 武林峰世界功夫王者魏锐 水中一怕七种是蒸鸽带蛋 钢铁硬质 胸肌燃烧 4月22日 尺寸竟是一场血白负章的较量 好 亲爱的朋友们 这里是武林峰环球拳王争霸赛 唐山战的比赛现场 做好中药 健康天下武林峰 由于智林冠名播出 那接下来这场中外对抗赛 蓝方选手 将是出战的外方运动员当中 年龄最小的一位 可谓是天才型选手 今年刚刚十九岁 我们有请来自格鲁吉亚 加布尼亚 1年龄最小的一位 这位大学 变得更好 1年龄最小的一位 三位大学 一位大学 一位大学 90年龄最小的一位 一位大学 这位是 Como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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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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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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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镜与点点栏目 中协议战锑agens的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双灵与点栏目 比赛有可能是生动在打 他以前就看身形应该 看小一些 对应该67这个级别的 漂亮 刚才的这个腿啊 实际抓得非常的好 连续的进攻输出 这球这边还是有反应的 虽然没有晕啊 但是对手连续的进攻输出 马上就上来了 就这种对手 就是一定要自己做好防守端 千万不要给对手这样的空隙 没错 如此看来加不念 虽然我们能够找到 他之前的资料不是太多 但是他还是有这种 一招之敌的能力啊 包括刚刚的高扫 还有刚刚那个后手的重击 漂亮 拿到格鲁吉亚自由搏击的冠军 而且从他的防守端来看 看这场比赛有可能会打成一场拉锯战 漂亮又是这样的高扫 对所以就说防守端啊 区豪一定要小心 因为加不念 这名运动员就从第一回合来看 他刚才尤其是自己的前腿的高扫啊 起腿的速率还是非常的快的 而且我猜哈 他还是有能做变线踢的能力的 对尤其是刚刚 其实有一个高扫 虽然没有踢出太好的效果 但是明显是中嫂的出腿 然后猛然间做了一个上台和小腿的变现 对 所以还是有这样的 第二回合的比赛 区豪对阵来自格鲁杰亚的加布尼亚 加布尼亚是代表金金阿福国籍出战 后手一定要拿好 漂亮 前摆后摆接一斧 基辅的这个过程给他还是不错 但是对手的扫鸡还是要跟小鑫一起 这起腿比较快加布尼亚 而且小腿的爆发力好 上钩 感觉加布尼亚到了内围之后啊 还是能够打出进攻段的输出 漂亮 对方拳 漂亮 漂亮 加布尼亚就后腿上前手的这一拳啊 给的确实是快 这是他习惯性的动作啊 后腿就一旦到了中距离之后 后腿上完之后 马上自己的前手一个上钩就摆过来了 就不管是去打打斧还是冲着自己的下方 对手下方走啊 就这个过程还是 给他一个很好的进攻组合 漂亮 攻准还打得不错 加布尼亚 对曲豪这边 第二回合感觉打得有点拢啊 就是如果你第一回合是跟对手去 我打一个侵略性啊 打一个我的进攻输出啊 你第二回合就不用这么拢的劲打 漂亮自补 对还是可以带着带着对手走一走 是就不能这样就硬拼了 漂亮 老卫接还老卫接还老卫接 老卫接还老卫接 这单就是后手拳过来之后啊 就马上半上步的上钩 马上会往上跟 漂亮 漂亮 两个技术 这回合我觉得 同方选手曲豪是点被动的 是 因为他在自己的进攻 打得有点太动了 就是还是想去拿那个节奏 跟对手去拼 但是你明显感觉到第二回合 加布尼亚这边已经开始 不吃你的这种压制了 就是他开始找到自己 在反击过程当中 尤其是自己步伐上的移动 和出拳上的结合 这点很重要 就是我移动 就进攻端打得太浓 但是防守端呢 就是你有没有太好的办法 就避开对手这样的移动的时候 就你可能会显得 显得被动吧 对有点被动 好 我们看这一回合 漂亮 加布尼亚这个第三回合的节奏 明显比第二回合更好了 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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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布尼亚在这个勾拳 对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扮上步骤 不准打完 就马上前后上锅 就跟上来了 又是一个 又是一个 对 其实蓝方加布尼亚 今天这个状态好 一局比一局好 越来越好 204年的一位小伙子 很年轻啊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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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都是抵着头往前冲啊 对 啊 缺豪可以变化一些 再灵活一些 对 这带着对手去走 走一走啊 就是还是有自己这样的一个能力在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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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个后摆接上钩 对 这一招对于我们 仔细想对于我们国内的自由搏击对方来讲 这个后摆接上钩好像还真的挺不好防啊 前手顶出去之后马上后摆接上钩 他今天还没有打太多的三拳或者四拳的联系 讲如果他前手先打一个直拳 前直后摆接前手上钩 哇 又是一个勾拳了 对 或者自己的前摆 然后后摆 然后再接自己的前手上钩 的确今天这个还有一个 人家上钩留下了非常深刻的眼神 而且这个上钩打得还是很有质量 就你会看到他摆身的这个法力的效果 给他非常好 最后的几秒钟了 我说这都属于这个扇弓型的 是 加布尼亚第三回合打得确实不错啊 而且不管比赛的结果怎么样啊 能感觉到在整个三回合的比赛 对于加布尼亚来讲 他其实是在打自己的一个上升阶梯段 但是反观区豪那边可能就有点下降的阶梯 是的 打得一回合不如一回合 可能也正是在第二回合 其实在第二回合的上半程的时候 加布尼亚就已经找到了自己进攻的节奏 而且如何去打对方的漏洞 比如他在第二回合以后 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后摆和上钩 用的频次会去提高 而且后摆上钩接一腿再去接一拳 这样的小的连接的组合 打得也会更多一些 而刚好我个人觉得 曲豪还是挺吃他的这个进攻节奏 所以也有可能是他信心越打越强 说这个上升的截梯状 打得越来越好的原因 推吧 好 我们来看这场比赛的结果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三位裁判一致判定 28比29 来 放手 有请同学们 体育参业精华主持人 李毕与虎王先生 可以双方八点 可以双方八点 好 再次祝贺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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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击力度极大 压制能力极强 现在就准备好大家的热情 来 欢迎格鲁吉亚 来 动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来到 王晓鸥 王晓鸥 50分之后 是 王晓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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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帮选手代表了唐山文旅 奥运光辉博戒俱乐部 他是2020年武林星一代 70公斤级 金腰带的拥有者 近两年的擂台 更是碰了不少的高手 21岁的年纪 一切都显得生机勃勃 就像这个春天 拥有着万般的可能 我们欢迎可乐小子 陈勇慧 五位 军二位 日本三位 二位 军二位 参加 一位 军二位 军二位 场上裁判王心凌 比赛现在开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这是一场72公斤级的对抗 红方选手来自唐山文缕二与光辉搏击的可乐角子陈永辉 蓝方选手来自格鲁吉亚的拉多 对 对陈永辉来讲这是一场硬仗 两个人在纸面数据上陈永辉184公分的身高 比对手高了9公分 对手175 臂展183公分比对手长了2公分 两个人在年龄上差的不多 陈永辉2002年出生 对手拉多1999年出生 是 之前的职业战绩是15胜8负 陈永辉这边大家比较熟悉了 20年代是武林新一代70公斤级的金腰带 是 主场作战陈永辉 而且这个气氛上不一样 加油声不绝于耳 同时是动力也有压力 对 拉多一上来打得还是很贼啊 虽然出拳的频次不高 但是时机掌握得非常好 快进快出 高扫 高扫 反架了 对 防啊 对刚才这拳打得还是不错啊 这后直压进去之后漂亮啊 继续 对 拉多的前授拳 前直确实凶悍啊 是 看上去这个出拳的 这个感觉上来讲就是这个势大力沉啊 对 第一是上不压得快啊 第二是就是中线的穿透力打得非常的好啊 就是陈永辉这边的自己的报价啊 尤其是 不要注意 对 对 左手的距离感六位有一点点的远了 所以拉多正是抓住了这一点 你看两个人的报价就会非常的明显啊 应该是鼻腔已经有出血的情况出现了 两个人报价非常的明显 你看拉多的报价就中线会护得非常的紧 对 但是 陈永辉这边就是自己前手的距离 在自己防守端 拿的六位都有一点点远 是 尤其在拿正架的时候 格鲁吉亚这包括前面两位选手哈 他们这个报价防守都挺像的 对 这欧洲系的运动员肯定都是这样 就是 嗯 很多呢都是之前有过拳击的经验 包括拉多 你明显能够感觉到他的上肢的摇闪 是 做得非常好 所以你看他刚才被那两个前手的直拳 往里压的那个过程 上部打到之后后手直拳马上跟上来往里压 拿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效果 嗯 哦 双手固剪的袭击是我们跪刀的不允许 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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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在找机会啊 陈永辉一定要小心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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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合我觉得这个陈永辉还是挺危险的 是 我只是猜到这场比赛可能会是一场硬仗啊 对于陈永辉来讲 但是没有想到对手这么硬啊 想来压不行那么强 对 确实是硬啊 防守端做得非常的好 很严密啊 就是我们看第一回合陈永辉的进攻输出 虽然也打了不少 但是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奏效 是 但是反观可怕的一点是 拉多的进攻输出也不多 甚至比陈永辉还少 嗯 terone K han ãy 明 深 出来了 陈云归在防守端首先得先做好 拉多的这个拳威胁性还是挺大的 对 就在距离的把握上一定要把握好 就因为对手从远距离往中距离近的时候 尤其是自己的前手往里压 后手往里压的时候总能压到 这个还是挺可怕的一点 而且一到内围属于拼得极为凶悍的 是 也比较硬的选手 不好打这场 这前送的这个过程啊 就是拉多真是往里压的这个过程 舍得送前手也舍得送后手啊 陈云归还是要处理一下鼻腔的 血字还是要马上把鼻腔的血字给清一下 是 这就监督谭老师 赶快让他把鼻腔的那根血给醒出来 不然容易呛掉 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那其实要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啊 还是在我们唐山的这块场地当中啊 对 新体育中心体育馆 对 新体育中心体育馆 我们会有中日对抗赛 那5月2号就是国庆节的时候 我们还有一个四国赛 就是中日韩俄的四国赛啊 5月2号 5月2号对 那五一加七的时候 大家也可以多关注一下 那另外还有一个可惜可后 就是我们五菱多的主场呢 现在也是落户到了我们唐山新体育体育场 没错 也希望大家持续地关注我们的比赛啊 是 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到唐山 对 来到这个新体育中心体育馆来 现场感受一下这个气氛 现场感受这个体育场还是非常好的啊 非常棒的一个体育场 分开 这个拉多真的是打得不急不躁 所以对于陈永辉来说 自己之前可能在实战的过程比赛当中 没有碰到过这一类的运动员啊 就是内外开花啊 是 而且从外围往内围近的运动员 就像拉多这样打法的其实也不多 但我个人觉得还是因为陈永辉今天 自己在发表端做的不是太好啊 就在 很明显的漏洞 对 在中线的时候给对手留了一个太大的空当 就让他压得很顺 又是一个 就后手压进去之后马上前手的直拳 是 马上过来 对 这是我们刚刚说的舍得送啊 你看他往里压后手的这一下 就步伐跟得也挺好的能跟上 就很多我们在席练过程当中啊 都是就是拳和身体能出去 就脚就步伐跟不上 腿跟不上 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丢自己的重心 就扫揍 好 第二回合比赛结束了 的确第二回合拉多还是保持了自己不急不躁的这种进攻节奏 那其实还是在第二回合进攻端收到了不错的一个效果 就是他这种打法就是我们说会比较巧 就是既节省体力 而且又能打出来自己的进攻输出 让对手有点没脾气啊 对 就是你中远距离我能够压得进去 而且总能够拿到一个很好的就是直拳 前直或者后直打到对手 对 这个就比较可怕了 他毕竟还不像是摆拳去打对手啊 然后另外呢 我们看到了内围两个人在互拼的时候 拉多并没有任何的下风存在啊 对 就是还是跟陈永辉非常有的一拼 所以第三回合对于陈永辉来讲 我个人觉得可能会更难打一些 好 第三回合的比赛 这回合比赛的主动权 可能会不掌握在陈永辉手里 是 不过第二回合陈永辉处理的也不错 绕了一下嘛 对 总之比他打 比第一回合要好很多 对 漂亮 对 陈永辉这个做法其实可以啊 就舍得去打自己的进攻端 是 其实在这个级别啊 陈永辉力量各方面还是欠了是不是 是 72嘛 还有成长的空间 对 陈永辉现在需要这样的打法 对 对 我觉得是 王库也跟他说了 就是你就不要再等了啊 对 就包括我看到刘策也在底下 是 对 我们看得都比较着急了 对 就是不要再等了 对 你前两回合已然是这样了 对吧 第三回合就是奋力地去打自己的进攻输出 是 把进攻当作自己最好的防守 那防守端 既然做得不好 那瞬间也改变不了 对吧 没错 就赶快去打自己的进攻端 对 对 我看赵慧哲教练现在就比较大 对 就是拉多不用依靠赵慧哲 自己就完全可以应对这场比赛了 对 人家有自己很好的就是进攻节奏和进攻逻辑在 是 对 都非常好 也是他们很全面的运动运动运动猎 就是 阿夫果基的这几个哥鲁吉亚的运动员 除了今天 伊拉克利 就打的并没有发挥出来太多 就感觉状态不太对 对 我们也没有看到太多内容之外 刚才的小将加布尼亚 和 � impro vi 和现在正在比赛的篮方运动员拉多 打得都非常的不错 是 加布尼亚 就拉多现在开始打游走了 越打越轻轻 对 你看他还是能够压进去 分开 感觉我会在这个距离的把握上 就欠缺了一些 对 总是能让对手轻松地点到 对 而且就是可怕的点在于 就拉多这样不寻不及地 在游走过程当中偷到的这些钱都能打到 对 这个 这是陈永辉接下来需要加强的 确实是 能暴露很多问题 对 的确 比赛当中能暴露很多问题 最后的十秒钟了 好 漂亮 的确 对 我觉得不管这场比赛的结果如何 但是我个人认为 这场比赛 拉多都是结结实实地给陈永辉上了一课 是 对 不管是在陈永辉自己的防守端 还有可能在距离的把控上 包括进攻的节奏和对整个比赛的阅读上 我觉得拉多都比陈永辉做得要更好一些 是 那这场比赛我个人也觉得陈永辉的确值得反复地去看 不管是在自己防守端的漏洞 还是说 距离的把控 距离的把控 还有就是 还有一个点就是整个三回合比赛的比赛节奏 和自己阅读比赛的能力上 能力都需要提升 三位裁判一致判定 二十八比二十九 蓝 方 上 有请达山文力集团达委委员 副总理理 原权先生为双方担奖 祝贺拉多 也感谢可乐小子陈永辉 作号中药 健康天下 武林峰由玉芝林冠名播出 这一次你不能错过 4月22日 唐山新体育中心体育馆 武林峰中日国际对抗赛 十个四年战火重斩 世界战力格斗强国 日本七五是来世凶猛 武林峰世界功夫王者魏锐 水中一怕七五是蒸鸽带弹 钢铁硬直 胸中燃烧 4月22日 持续是一场血白负章的较量 好 亲爱的朋友们 这里是武林峰环球拳王争霸赛 唐山战的比赛现场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武林峰 由玉芝林冠名播出 好 接下来为大家呈现的是 一场七十五公斤级的中外队 刚才蓝方选手代表了 天津阿富波及俱乐部出战 他曾经呢 一点数输给了中国的大魔王李辉 但是呢 他的实力 却让我们所有的权迷朋友们 永远地记住了他 战绩呢是十二胜三负 有请格鲁西亚 一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年少成名曾经与大魔王李辉三战擂台 那也曾经创起了三十四场连胜的记录 大家同时也是二零二一年武林峰 七十五公斤级国家级金腰带的拥有者 刻别擂台一年之久 今天的中原小霸王 他回来了 我们欢迎徐元晋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赵严 比赛 现在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次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队格鲁吉亚的比赛 红方选手中原小霸王徐元晋 蓝方选手来自格鲁吉亚的伊格尔 是 好久没见徐元晋比赛了 是 这场比赛出场很霸气啊 伴着金腰带 而且胡总也跟着一块来了 郑州顺远搏击也是培养出来很多优秀的明星选手的老牌俱乐部 这俩人很有意思啊 都跟李辉打过 尤其顺远那边天天喊着打李辉 李辉会不会看这场比赛啊 应该是会看的 学员庆是50分75公斤几球加级金腰带选手 是的 实力不容小觑啊 一盖之前呢也是跟李辉对战过的 所以两个人今天的这场比赛 我个人觉得应该会是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 漂亮啊 一上来的进攻输出还是很密集啊 看两个人出场啊 刚站上那台的状态就感觉到就很兴奋啊 迫不及待的马上要开战 其实昨天在这个称重仪式的现场 杨卫这个火药味就已经很浓了 是 学员庆也是憋了一股的劲啊 是 这75公斤几啊 这个力量感确实是在的 我们看伊格尔啊 左侧 肋部已经有红董的现象出现了啊 前手放 小屁在右 放 对 地扫 两枪给正正 连续的给扫踢 连续的给扫踢 李辉今天就是 怎么想到李辉了呢 就是我不知道他今天在看学员庆这个比赛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有一部分的变化 我觉得学员庆今天的这个状态是 兴奋当中却带着冷静的这个劲儿 是 对吧 你打得很沉着啊 嗯 就是跟他以往 感觉比赛风格有点不一样了 有变化 对 这可能就是在这个 跟国内的选手打的时候 和这个外战是不一样的一个状态 是 学员庆 也很年轻啊 01年的运动员 但看上去真的少年老成 是 而且他也属于这种 年少成名 就出道级巅峰的这种选手 是 帮好 来 年轻啊 分开 俩人还是有点呛啊 嗯 这呛火的一个劲儿 新发布会上延续到了现在 还是没有过啊 是 漂亮 年头 年头 对 李辉可以可以再往前去顶一顶对手啊 学员庆 对 学员庆 学员庆 你脑子里面前任李辉 对 我脑子里面前任李辉 你是不是特别期待在看学员庆和李辉的比赛 对 我特别期待他俩再打一场 因为这段时间李辉还是保持了一个很好的比赛的节奏 他的比赛比那个学员庆要多一些 对 更密集 对 对 包括 我们做擅长和丁猛的比赛啊 打得我们印象深刻啊 是 但是这场比赛我个人觉得学员庆最大的这个变化 就来源于他兴奋当中又带着一股的这个冷静 和沉着的这个劲儿啊 而且今天在扫梯上做的还是不错啊 一定击打的效果在这儿放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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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赵教练给伊格尔比了个四 我猜哈 可能会让他要去做四连击 对 因为在第一回合被学院庆打到的那一前摆 还有那一腿啊 都是自己在做完了 一个两连击 一个三连击之后 刚好这个空当机 对对手 这学院庆可打上来了 现在可以再接了 那个学院庆这会儿 就是这个逻辑就是你要拼的话 就跟对手要能够顶住对手 要跟对手能拼得住 李辉今天的联机打得还是非常的好 学院庆的联机 对 学院庆的联机 李辉听到了吗 以辰老师很想念你 对 我很想念他 学院庆今天非常的灵活 是 速度非常快 对 所以一上来我会觉得他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对 学院庆 对 你看像这样呢 就是单击的这种扫踢和后摆啊 就是以前他会很少去做 对 但是这个呢就是说 在现在的这个比赛状态 我并不觉得它算是一种消极进攻 而我觉得它是玄庆在刻意地去控制比赛的节奏 是 是 就在控制自己的节奏 对 这也是自己节奏上的一个改变 分开 好 第二次的提示了 对 不要搂抱 再出现一次的话我们就要扣分了 扣分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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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庆也是打得不急不躁啊 嗯 对 就没有了第一回合就拼得那么凶的节奏啊 看现在开始起腿 这连续的扫踢 李希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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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心丢了 没有了解 哈哈哈 对 一个人应该去加强一下自己的进攻节奏啊 就不能老是被李辉呃 呃 学院庆给带着 对 因为学院庆现在带她的最大的问题是在于 就是已经把自己的进攻端给带出来了 嗯 就是如果单纯带着她移动也还好哈 但是过程当中你看 学院庆也不用着急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打一个小的 就是一个小的进攻输出的一个小节 我就打啊 如果不想打的话 你想 我就开始其腿去控制距离控制节奏 对 所以 嗯 你如果单单是在脚步和移动上陷入到对手的节奏 还不可怕 但是如果说你陷入到了对手的移动进攻当中 这就很可怕了吧 这个就很可怕了 对 所以显然 这第二回合 伊格尔这边整个在自己的进攻端打的并不是那么的兴奋啊 是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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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分开 分开 漂亮 对 其实伊格尔的拳还是很有质量的 就是在内围当中 跟徐元庆还是有的一拼 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看 徐元庆现在面部左侧 他的湄公区还有 全股区还是有 比较明显的横肿现象出现的 两个人都有点累了 徐元庆继续打入了 分开 还有20多秒的时间 比赛就要结束了 伊格尔应该是将保持目前的这种进攻状态 好 还有10秒 好 双方比赛结束 好 分开了 他在一半其实是在 第三回合更明显一些 就是自己在 主动的进攻侵略性上 和主动的进攻意识上 可能没有第一回合做得那么好 不然的话 我觉得他在整个第三回合的比赛 或者说第二回合的比赛当中 都没有给对手 没有给徐元庆那么强的一个进攻端的压力在 所以让旋径打得会比较轻松一点 其实这场比赛旋径打得挺轻松的 是 就并没有遭遇到太多的这种 遭遇战和白刃战 基本上是在打游走 然后且打且移动 然后且打且退的过程当中 还是给出了自己的进攻端的输出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三位裁判一致判定 30比27 红 方 上 祝贺徐元庆 决定武林门海南公司执行董事 在总导演鱼灵胜上 为双方颁奖 再次祝贺徐元庆 也感谢Eager 好了 好 再次祝贺 感谢颁奖家庆 我看咱们五人帮 一直有60 65 63 70的世界线带 我真的特别希望 咱们武林门什么时候 能举办一条 75公斤级的世界线带 因为 我家线带 我已经拿到了 我想 再次突破自己 拿到世界线带 这才是对 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证明 对 但是我最想挑战就是 罗根安尔索 因为它是保持对发不败的战绩 所以 我觉得 也就那样 能有多强 你对发不败 是因为你没有跟我徐元庆交手 所以 我就在这 交证罗根安尔索 你别天天到处跑了 赶紧回到我林峰的列台上 让我好好揍你一顿 让你看看 什么对话不败 那是因为你没遇到我徐元庆 好不好